我是张浩欣就是芽芽 我是张浩欣就是芽芽 是什么 你们俩有接触吗 我不知道你受到这个留言 会不会非常的惊讶 但是我今天 就是也是这次旅行的第一次留言 就想要留给你 他就在远方 他还在那边开心的踢踢脚 然后你去留给了别人 你是最后一个进班的 然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 就觉得莫名的亲切感 后来我们巴士选座的时候 其实我当时心里有期待过 你会不会来邀请我一下 就不过虽然也没有 那个暴龙快爆炸了 恐龙 他现在已经变成暴龙了 所以我也想问问你 如果再重新给你一次 邀请女孩子的机会 你会选择我坐在你旁边吗 如果你觉得会的话 你就过来摸摸我的头 你敢摸 不是 不是 如果不会的话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 听我 听我 这招还蛮老的 真的老吗 但是没有人这样给我弄过这个 这招还蛮老的 真的老吗 我觉得你的歌都很像女生的歌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的直觉 就很像我听的 对很像你听的歌 就跟你这个人的感觉很像 很打湿吗 就是会给人很惬意的感觉 灰灰你干嘛 灰灰 不能再来 而且他唱的这一句觉得很有针对性 热退 呆灰 透了谁家的光 着急不舒逸 一直迾闰疮 如果再看你一眼 是否还会有感觉 当年苏练朝天鸟都沉洁 找鸟 叫有多沉洁 无法感受的眼线 如有魔影分离眼 暴雨前 照光线 偷笑别人画了脸 维和 用点力 朋友 很有潜力 就差一点点了 你完了吗 你陷入了爱情 你陷入了爱情 没有 我并没有 他还看一眼别人 有没有在看是吧 用点力 没吃饱饭吧 有这种对比的话 会一直玩下去的 真的 激起好胜的心 对 而且他们两兄弟 现在在比拼 看起来力量更大一点 很原始 可以 用点力 没吃饱饭吧 好小小 好小 好小 哇 这个表情很耐人寻味 这么高兴 他不过来 都是你 他笑的可是你 他笑的可是你 今天的录音很简短 有事就用我送给你的礼物 我没有盖到 我真的没盖到 但是我有两条 我第一条再听一遍可以吗 我没有听清楚 我们只有两个人 敌军目标已经明确 要比较 今天的录音很简短 有事就用我送给你的礼物 联系 对 好的 这是对第一条答复 第二条答案是什么 第二条答案是什么 你好 芽芽 这条录音是给你留的 我是慧慧 我是慧慧 其实昨天收到你那个 给我的留言 我还挺诧异的 因为我们第一天 感觉也没什么 特多的交集 这个有点 有点没想到 有点没想到 之后 你也说 我说了挺多的 完之后 我当时有点梦 所以 我也就是昨天 没就是正面回答 如果再重新给你一次 邀请女孩子的机会 你会选择我都在你旁边吗 如果你觉得会的话 你就过来摸摸我的头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感觉可能第一天 大家都不太熟吧 就是有点摸不开面 就这样 之后第二天 咱们坐小火车 进那游乐园的时候 用你规定的那个方式 然后给了你答复 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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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 老胖 就是想问你的问题就是 你感觉到没有 就这样 第二条是没有感觉到 没有感觉到 当你很开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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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没有 第二条都很开心 来 解释一下 我不知道 karış